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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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名女子正在为刚出生的婴儿洗澡 屋外站着一名男子是婴儿的父亲 他正在向一名妇女打听着什么 半空中是架着祥云的观音和一名神仙 可见妈祖降生时受到菩萨的保佑 这个画面描绘的是妈祖破惊涛遂旧严亲的故事 画面中波涛汹涌 航船在大浪中岌岌可危 桅杆已经被风吹断 船上的人们有的已经被风浪卷入水中 生命危在旦夕 而半空中架云而来的妈祖正在施展法术 将危难中的人们和即将沉没的船只保护起来 他救下了自己的父亲却没来得及救助自己的兄长 紧接着的侧液画的是妈祖遇风浪盛茶挂席的传说 表现的是妈祖用草席做藩渡过了大海 茶就是木法 这幅标题为《无洲籍铁马渡江》的策页 描绘的是妈祖骑着铁马过江快若奔腾 岸上的人们非常惊讶 这两幅策页送扬的都是妈祖的神力 讲述它法力无边 这幅画面的主题是草画木垂旧商船 描绘的是妈祖置草画为大木搭旧商船的故事 画中的妈祖面容俏丽 体态轻盈 具有典型的中国清代女性画的风格 这个图色流传开了以后 让人们看到就是一个更丰满的天飞 更让人们崇拜的这么一个女性的形象 因为在画册里边 咱们可以看出来 女性的人物在人们心目中的真的不多 很少 而且把一个女性人物为主 把它绘画成册 这个又是少之又少 这个要是从封建社会 中国这个男尊女碑的位置去看的话 那么这个画册的出现就更不一般了 这部天后圣母世纪图制册 采用工笔彩绘画法 画面精美 色彩鲜艳 不但人物造型比例适中 而且彩绘部分还加以蕴染 极富表现力 画中的人物和景物相互融合 浑然一体 妈祖因为拯救海难 浮危济困 而被人们尊奉为海神 他在中国的沿海地区 以及世界许多地方都享有圣域 拥有众多信众 那么 妈祖究竟有着怎样的绅士 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呢 这还要从妈祖出生的故事说起 妈祖本名林墨 相传公元960年 也就是中国北宋初期 他出生于福建福田 梅州岛的一个平民家庭 当初其父母去拜观音 想求一个儿子 林墨的母亲夜里梦见观音 伺其药丸 不久他真的怀孕了 生下了林墨 从出生到满月 林墨没有哭过一声 因此父母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 林墨长大后 不仅学习医术 治病救人 他还动小天文气象 熟悉水性 梅州岛与大陆之间的海域 有不少礁石 据说林墨经常帮助航行 到此处的船只 避免其触礁 人们传说他身上带有观音赐语的法力 因此能承袭渡海 还会预测天气变化 事先告知船户可否出航 公元987年 林墨在一次拯救海难的过程中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人们闻讯后 十分悲痛 梅州岛上的百姓 为他建庙 并尊奉其为海神 尊称妈祖 中国古代 在海上航行的船只 经常受到风浪的袭击 和暗礁的威胁 渔民和船员的人身安全 就显得十分重要 他们把平安的希望 寄托于神灵的保佑 而妈祖所做的 正好与人们的愿望契合 于是妈祖信仰 在中国沿海地区 迅速流传开来 随着影响的不断扩大 妈祖在人们心目中 从一个护佑航海者安全 在风浪中救人的海神 逐渐变为拥有诸多法力的神灵 妈祖传说故事中 不仅有妈祖拯救危难中的船只 主宰曹运安危的画面 还有他当汉时起雨 帮助人们修建堤坝的事迹 妈祖在战场上还屡显神力 多次帮助朝廷的军队 获贼安民 沿海居民已经把它当成 是主宰一切的神灵 中国的宋元明清几个朝代 都对妈祖多次包封 妈祖的封号 从夫人到天妃 再到天后 天后圣母 在中国古代 夫人妃后 是对女人女神的尊称 比如洛神府中有陈文和洛之神 名曰福飞 这里的福飞就是女神 妈祖传说故事中 妈祖的善举除了庇佑百姓外 还有不少是护卫国家的 如战场显灵击败敌军 保护曹运航海安全等 这些故事都是符合中国古代统治者的需求 因此中国古代帝王不断对妈祖进行包封 妈祖的尊号也不断升级 从宋代开始 如果算到今天来讲 也有一千来年了 是吧 它始终的 就是在人民民间 始终在流传 当然你可以说 天妃主要是在港口城市 港口地区 它的知名度应该更高一些 那么这也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是越来越重要 才引起了它这个封号的变化 由天妃到天后 据史料记载 中国明代著名的航海家郑和 每次航海前都会带领自己的船队 大规模祭祀妈祖 他曾经两次奉皇帝的旨意 到梅州主持御祭仪式 并扩建妈祖庙 妈祖的信仰不仅流行于中国的沿海一带 而且随着华侨的难度 也开始传到东南亚地区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有供奉妈祖的庙宇 据统计 世界各地的妈祖庙 共有五千多座 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三 妈祖诞辰这一天 世界各地的妈祖信众 都会举行纪念活动 有关妈祖的生平 事迹和纪念活动的记载 从中国宋代以来 就不断出现于史书和地方之中 清代以后 开始出现各种绘画作品 这些画作成为 妈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本天后显圣录 创作年代不祥 是中国第一部有关妈祖的志书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 天后圣母世纪图志册 在创作的过程中就参照了此书 这部天后圣母圣纪图志 在中国民间流传非常广 该图志一图一故事 还配有文字解说 这部图志为木板印刷 图案雕刻精细 构图明快 线条圆润 人物造型十分生动 天后圣母圣纪图志 被学术界公认为是 中国最早的图说妈祖 也是中国古典木板连环化的 开山之作 堪行于光绪年间的 天后圣母世纪图志册 就是以此书为基础 创作而成的 除了描绘妈祖生平 世纪的图册 制书以外 中国各地还相继出现了 许多记录妈祖纪念活动的 绘画作品 这部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 天后宫过会图册 描绘的是天津民众 祭祀妈祖的盛况 天后宫就是妈祖庙 而过会就是庙会 这部图册为纸本色色 由民间画工创作 图册描绘了四千多个人物 和数十种民间文艺形式 包括央阁 高桥 汉船 太平古 杠乡 和五虎棍等 说明文字 有近十万字 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华北地区 民间艺术的汇翠 也是妈祖文化的集中体现 天后宫过会图册 和天后圣母世纪图册 天后圣母圣纪图册等图册 形象地记录了妈祖的生平世纪 以及民间祭拜妈祖的盛况 他们在传播妈祖文化的过程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 天后圣母世纪图册册 是以妈祖传说为题材的 工笔彩绘连环画 它吸收了中国传统国画技法 与传统壁画精华 堪称中国古代彩绘连环画的经典之作 也是研究妈祖文化的珍贵资料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